上世纪中苏关系几经转变 从同志家兄弟关系发展成后来的对手关系 提到苏联 我们很愿意称呼他为一生老大哥 因为这个国家在我国成立之初 给予了我们许多强而有力的援助 使我们的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同时 进入20世纪60年代 中苏关系出现对抗 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的社会主义 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甚至出现了流血冲突事件 气得我们的老百姓 灭称其为如毛饮血的毛子 直至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我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 才稍稍呈现出一定的改善迹象 而这时 已经处于美苏冷战末期 再过几年 苏联就解体了 苏联曾经欺负过我们 妄图抢占我们的各种资源 但同时 也做过许多有利于我们的事 在我们最艰难的时期帮助过我们 他们甚至不去期待任何回报 就能为我们提供多种形式的援助 那么 苏联到底做了什么 让我们的国家和老百姓记忆深刻 又为什么会获得上面这两种 截然不同的评价 现在 让我们看一看 这段错综复杂 跌宕起伏的中苏外交关系史 在视频开始之前 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我国是一个历经百年屈辱 几经磨难 才从艰难困苦之中重唤新生 才从血雨泪中走出来的国家 我们靠的是自力更生 顽强拼搏 才赢得了独立的局面 在此之中 我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理论 最终确定了马克思主义 才是一条行稳之远 进而有为的正确道路 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 共产国际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指导 这时 我们开始接触苏联的同志 比如列宁同志 亲自委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入中国 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这时 我们接触的都是进步的苏联革命同志 虽然国情不同 但是他们的确是真切的想要帮助我们 直至遵义会议 我们党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 我们党才开始了 用符合我们实际的马克思主义 解决自己的问题 而这时 苏联已经进入了五年发展规划时期 斯大林同志使用铁靴手腕 推行苏联模式 并在此后的十余年保持高速发展 一跃成为世界上趋之可数的 经济政治军事强国 在抗日战争中 苏联支援了我方大量枪支弹药 并派遣飞行员 挽救了大量中方战斗人员的行命 在自己前线吃紧的情况下 帮助中国军队挽回了各种损失 特别是抗日战争后期 苏联攻陷德国首都柏林 希特勒为罪开枪自杀 为了结束战争 打击日本嚣张气焰 雅尔塔会议后 苏联出兵满猛 美军投下两枚核弹 日本最终无条件投降 那是1945年 中国历经千疮百孔 又经过无数抗战 终于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 我们本来以为和平就要来临了 你看 毛主席都亲自带队出席了重庆会议 讨论形成了双十协定 中国终于可以放松下来安养生息 人们终于可以不用再面对炮火了吧 可是找到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派 不这么想 他们两面三刀 等自己准备充足 把撤退到后方的大部队集结过来之后 立即撕毁协定 开启了国共内战 甚至叫嚣三个月结束战争 斯大林一开始并不看好中国共产党 以为中共会很快被消灭 所以当中共遭遇国党打击时 苏联无动于衷 不过在斯大林看到中国共产党 取得接连的胜利之后 他不得不重新审视 中共在他眼中的地位 1947年 苏联高层派米高扬秘密访华 米高扬接受苏联高层指示 不断打听中共高层 在未来与苏联的外交关系 并承诺给予中国共产党可观的弹药武器支援 我党转而在内战第三年 开启了三大战役 靠着无与伦比的勇气 与欲满天下的战争智慧 给国民党毁灭性的打击 最终发动了渡江战役 百万雄试过大江 之后解放全中国 将蒋介石赶到台湾省去 当时苏联对待中国的外交 是以国民党为主的 蒋介石为了不让苏联维护中国共产党 甚至承认外蒙古独立 而那时的苏联始终认为 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赢 三大战役之后 甚至建议国共化僵而至 但这些都不重要 中国人有着自己的自信 1949年10月1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前装银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949年10月2日 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苏联在这一时期 对待中国与中国共产党 是有过许多改变的 一开始 苏联只把中共当成一个 低于苏维埃的共产国际分支 并还想给予国民党援助 以取得各种在华利益的 在这样的局势下 我国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其实 二战后的苏联早已同美国一样 染上了强权主义 霸权政治的毛病 一个军国主义的苏联 隐隐出现在光辉的红色太阳阴影之中 为什么进入冷战之后 苏联就不太像曾经的那个苏联了呢 从一件事情就能看出 1949年12月 毛主席访问苏联 毛主席是带着诚意去的 他非常清楚 快速地选择 两级中的一方 是对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 起着重要作用的 所以他决定忍住他的酱脾气 好好的与苏联领导人 谈一谈中苏未来的关系 进入莫斯科后 毛主席得到了隆重的欢迎 斯大林亲切与之会谈 宴宴 但毛主席是带着任务来的 却被告知苏联想要继续租建 旅顺军港 开放旅大地区商品贸易 并同意苏联继续在旅顺港 继续驻兵 继续使用中东铁路的 毛主席听得这种蛮横要求 恨不得当场发火 但最终在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下 不去参加苏方的各种邀请 并打算一直驻在苏联 与此同时 透露消息给美方 表达联合意想 老美跨的一下就上头了 不仅不顾蒋介石的强烈抗议 民主灯塔的光辉 苏联遭受了刺激 他们无法忍受 中国变成敌对的阵营 最终放弃了 他们渴望了许久的不动港 不再驻军 不使用中国的铁路 以换取中方的大力支持 可以说 苏联一开始的打算 并不是只是想和中国 建立一个缓冲区 而是事实上 开辟苏联所缺少的不动港 增强其在远东的影响力 贯通西伯利亚大铁路 使其不断为苏联造血 苏联已经屠龙少年中成龙 军国主义的苏联 在美苏冷战期间 和我国产生了 源源不断的摩擦 幸运的是 我们那一代的领导人 是从一段艰苦岁月走出来 经过各种考验的杰出领导者 他们不会像蒋介石一样 出卖我们中国人民的利益 为了苟活任外国欺凌 同时还有极其灵活的对外政策 使中国在国际上 始终处于一个 稳定而不受威胁的地位 苏联由于和我国处于同一社会主义阵营 但其觊觎野心 不会因为一次打击而消散 苏联进而支持朝鲜统一 并告知今日成中国会给予其帮助 这样是一个苏联的小算计 在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框架之中 有着苏联为自己留的后门 里面写明 如果中方遭遇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入侵 苏方可以派驻军队在旅顺登陆 并驻军保护 现在朝鲜要内战了 而朝鲜战争的本质是美苏双方在东北亚实力的角力 美方不能忍受朝鲜半岛全部归于苏联影响 因为这样一来 美方几年以来扶持的日本只会更加脆弱 进而临阵倒戈 削弱美方在亚洲的领导力 美方也借机威胁中国军队 轰炸中朝边境 炸毁安东等村镇 中方在国内建设大致向好的形势中 不得不派遣支援军入朝作战 所谓军歌嘹亮 熊啾啾 气昂狼 跨国鸭鲁江万千志愿军不顾生死 投入到抗美援朝的作战之中 在斯大林看来 只要牵扯中方拯救朝鲜 那么美方就会连着中国军队一起揍 进而苏联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驻军旅顺 进而谋求更多在中国东北和远东的利益 而我们党的领导人对此也见招拆招 号召有制军人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 党和国家号召全军要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嚣张气焰 保护我国领土不受外国侵犯 而且要明白淳亡齿寒的道理 这就是新中国的帝国之战 而美方派遣的军队过于嚣张 他们不认为我军的小米加步枪 能够给他们造成哪怕一丝一毫的伤害 我国高层在连续的会议中 向苏联争取了大量的物资 又坚决发扬敢打敢拼的战斗意志 最终打败了美军一个又一个的王牌军队 迫使美军后撤 将战线稳固在了三八线附近 而后经过多场大战 中方始终没有在美军身上吃亏 美军无法再向前前进半步 更不用提威胁中国的论调了 苏联也不能堂而皇之地进驻中国 美苏计划破产 中国打赢了立国之战 1950年 中苏友好同盟互主条约 以一个中方接受的形式顺利签订了 在之后的1953年 我国在苏联的援助下 顺利开启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那么这个条约对我国有何帮助呢 这一切 其实是抗美援朝的胜利 和中国领导人的聪明机制争取过来的 这时期 我国的外交政策奉行一边倒 而苏联也为了支持我们 前后总计援助了我国156个工业项目 给东北地区 西南地区等地 带来了极大的发展和进步 我国在以前连一架飞机 一辆汽车 一盒火柴都造不出来 但确实得益于苏联专家的帮助 在他们的帮助下 我国在涵盖汽车 电力 钢铁 机床 火车 煤炭 石油 制铝 机械 化工 医药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全国工业得到了巨大的建设 而苏联老大哥 在这一时期也确实帮助了我们太多 我国与苏联关系 进入了一段亲密无间的时期 但随着斯大林的去世 赫鲁晓夫否决斯大林在世时的众多成果 抨击苏联模式 苏联对外政策又有了明显变化 我国也在不断学习苏联的过程之中 发现了苏联的种种不足 加之赫鲁晓夫要求要和我国成立联合舰队 迫使我国放弃一定的主权 毛泽东同志当时甚至愤怒地质问赫鲁晓夫 你给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共同舰队 我们开始与苏方交恶 起初是苏联专家的迅速撤回 他们不相信我们在失苏联援助后 还会做出什么突出成果 苏联专家甚至指着一张纸 对着我们的科学家说 从这儿到那儿我们算了三年 你们应该得五到十年 然后就是苏联开始和我国争抢领土 薄列日涅夫时期 苏联领导人宣称要给我国进行一场外科手术式打击 并于1969年3月 开启了与我国短暂的珍宝岛之战 再之后 使苏联转而支持越南 帮助其实现印制联邦计划 输送大量军火 使越南号称其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并与越南签订苏越友好条约 声称一旦有一方遭到敌国进攻 另一方必须参战 借此威胁中国军队遏制中国的改革开放 但以上种种都被我们智慧的党和国家 以及许许多多的人人志士一一化解 苏联专家看不起我们 我们就自己造出了原子弹 使我国摆脱了和威慑 而且我们造出原子弹的速度远超他国 之后还上马了两弹一星工程 不久之后造出了氢弹 发射了卫星 苏联和我们开启局部热战 无论是在珍宝岛还是在黑瞎子岛 我国的军队都会毫不犹豫地顶上去 最终迫使苏军败退 越南成为了一百亿养成了的一头白眼狼 我们就趁苏联准备阿富汗战争之际 迅速进行了抗越自卫反击战 第二代领导人甚至在访问美国期间 对卡特总统说小孩子不听话 该打打屁股了的豪言壮语 借由美国对苏联的威慑 苏联从始至终都没有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 但是后来国际事件一个接一个的发生 甚至发生多欧巨变苏联解体 而前苏联的解体 也标志着苏联与我国历史关系的停止 所有的恩怨怨最终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现如今继承前苏联大部分遗产的俄罗斯 也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中苏关系也变成了现如今的中俄关系 随着中苏关系史的逐步解密 我们得以更直接地审视这段历史 中苏之间的博弈不仅体现了国家意志 胜于个人得失 同时也证明了中国领导人的伟大 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总结一下 苏联时期 他们既帮助了中国人民在困难时期搞建设 又在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中 为了苏联自己所谓的利益给中国人出了不少的难题 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 导致苏联变成了人们口中的矛盾体 我们忽视不了他们的帮助 也时刻记得他们那些年带给我们的威胁 难怪中国人民会对苏联的评价 会有那么多的不同 通过回顾中苏关系的历史 更为我们做了警示 我们更应该在这段历史中 总结前人对待国家竞争的经验 以应对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做好充足的准备 以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风险与挑战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